DuoLingo转战AI 数千员工被裁,语言学习将迎来新变革 DuoLingo先AI革命 数千员工大AI末班车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DuoLingo与其翻译平台闻名 为全球各地的用户提供语言学习服务 然而,随着Google、微软等工具的崛起 以及AI技术的普及 DuoLingo正进行一场转型革命 逐渐引入AI以替代翻译人员 AI时代的来临 DuoLingo抢先布局 面对市场变革 DuoLingo正积极导入AI技术 这不仅体现在用于学习的技术革新 更在其翻译部门产生了深远的变化 近日 Reddit上有使用者爆料 DuoLingo已经裁去数千名员工 并将AI引入日常内容审阅 以确保翻译品质 员工爆料 AI成为新审阅者 据Reddit用户透露 被裁员的约聘翻译人员 收到了DuoLingo 里这发来的辞退邮件 他指出 自12月中旬起 多名核心小组成员中的 大部分都被裁员 而剩下的人将转位 击合AI生成内容 以保证品质 用户担忧 AI无法完全取代高品质翻译 虽然DuoLingo的CEO曾表示看好AI 认为AI是伙伴而非敌人 但部分Reddit用户对这一转变表达了担忧 他们认为AI在某些情况下 难以取代人类高品质的翻译 尤其是对于一些冷门语言 使用机器翻译可能效果不如人意 DuoLingo新服务 AI角色对话式学习值得注意的是 DuoLingo的CEO先前宣布推出了DuoLingo Max 音乐服务 整合了OpenAI的GPT四大型语言模型 使用者可以透过与DuoLingo的吉祥物Duo等角色 进行对话式聊天 展现了AI在语言学习上的潜力 DuoLingo的转型与AI的融入 将为语言学习领域带来全新的变革 同时也引发了对于AI在翻译领域应用的讨论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